我們大家給我們自己一個熱情的嬌生 好不好 我相信就是我們現場的所有好朋友 可能有一些人去年看過我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在政論節目上面看過我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以前就看過我 讓我用換一個方式來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歡迎收看3D新聞 我是主播陳乃瑜 新聞一開始要帶你看到美星夏立會的最新消息 帶你們一起來看 當新聞工作者當新聞主播已經到了十幾年 有一天突然想不開 剛才林亮君有說我們年輕人就是要挑戰困難的地方 所以呢我沒有去選這個很好選的地方 我挑戰了新電深坑石定平民屋來艱困的選區 也在這個新電深坑石定平民屋來 非常忙很難很難的艱困險區 也開出了高票 成功的突破成為第二席的民進黨的議員 在地方上面深耕 那過去喔 這個大家剛剛聽到我們這個播報新聞的實力 可能大家有看過我的以前製作的節目 請問現場有看過導讀台灣跟旅讀台灣的阿傑 想看好嗎 這個節目重量有好嗎 好 製作人是誰 陳乃瑜 謝謝 感謝 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 有看過這部電影嗎 有 裡面呢 嗨 裡面有這個 有個眼水俠最後對槍決的這位女主角 那另外還有個穿著紅衣的陳平的舞者 大家記得嗎 嗯 我在辭職之前 有幸可以訪問到這個眼水俠的真人的女兒 因為他真人已經過世了 還有這一位 張常磊 就是這位穿著紅衣的奴者 這一則專題報導 在我的新聞工作的最後的生涯裡面 獲得了 平淵新聞獎的佳作 這是我過去在新聞工作的做的事情 現在我已經是議員了 我可以做更多嗎 我想要做更多 嗯 我的選區 新店深坑實定平臨烏來 國家人權博物館 就在我的選區 但是 會講陳乃你這題不要打 因為他知道他 如果要坐公車到國家人權博物館 大家知道要做到哪一站嗎 喔 沒有這一站咯 沒有國家人權博物館這一站 要做到中進中學站 好像過去的這一段歷史不存在一樣 所以乃瑜在上任之後 馬上就來爭取我們的公車站要 證明 改成國家人權博物館 馬上被地方里長抗議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選區新店 哎呀好難好難 被前後大概三個里長 帶領你們來抗議 好吧 那我們換 我們改成這個 莊敬中學後面加一個括號 人權博物館 啊這樣終於過了 最近這幾天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新聞 有一位博民黨的立委 我也不用說誰呢 就是我那個選區姓羅的那一位 博民黨的立委 羅明財那一位立委 他在這個前幾天的新聞 就是這幾天 他說要把我們這附近的安坑刑場 給全部移平 安坑刑場是什麼地方呢 這個我們剛才藍世國也有提到 幫助我高醫生就是高慧君的阿公 被槍決的地方 非常多的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都是在這裡被槍決的 這位委員 國民黨委員說要把這邊移平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 是以為把這個地方消滅了 大家就會忘記這段歷史 或者是說這段歷史就不存在嗎 是這樣子嗎 乾脆 我已經回到家 而回到飯店了 就在這間飯店 回到飯店 卸了妝洗了澡 穿著睡衣 電視台打電話來說 乃魚可以跟你訪問一下 沒問題 換衣服化妝重新 然後半夜 半夜兩點多 在那個飯店的拉筆視訊 跟這個台灣做媒體的訪問 趕快跟大家來報告說 我們這個安坑刑場 是我們的不義移植 我們希望把它變成公墓美化 讓大家可以親近 設立不義移植 讓大家可以來這裡追思 我們希望讓轉型正義深入下一代 所以呢 今年五月的時候 也跟這個陳會長也報告過了 我們五月十九號 第一次爭取到了 白色恐怖記憶日 今年第一屆 今年九月份 乃魚也會 在我們這個國家人權博物館 舉辦人權教育的活動 接下來 也會持續努力 來爭取我們的人權圓區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好不好 好 現在參加實定品林屋來 這裡的選區真的是非常的爛 但是我在這裡開創出民進黨的第二席 另外呢 為什麼我好好的主播不做 要來當議員 當民意代表 欸 主播的薪水真的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哪一希望為我們的孩子 守護我們台灣的民主價值 守護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希望讓台灣可以發生改變 我以前是新聞工作者 是靠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吃飯的 我們讓我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繼續延續下去 大家說好不好 我知道現場有很多相親好朋友 以前就這個 今年就看過我了 在那什麼地方 請問一下 今年回到1月份 有回到台灣的阿傑手給我看好嗎 有看過我主持競選造勢活動 有聽過我助講的阿傑手 有很多人 今年這個全台灣2024的選舉 全台灣我跟冠婷 還有我們尾山 我們全部全台灣走透透 最遠屏東也去了 澎湖也去了 我幫誰助選 因為這個要記一下 我太好忘記了 我今天幫了 謝沛芬阿 賴品渝阿 吳貞阿 鄭運鵬阿 曾文學阿 林靜宜阿 蔡北偉 不是欸 怎麼都沒上 但以後他們不找我助選怎麼辦 以後他們不找我主持怎麼辦 就是因為他們在非常艱困的選區 因為他們在基層打拼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才要去幫忙 剛才那個阿僑苗伯雅他說指書的7% 這是因為我們大家一起全力合作一些團給做會 我們才能指書7% 我們要一步一腳步 繼續持續的為台灣來打招 大家說得不好 越困難的地方我們越要去挑戰大家說得不好 今年的這個欸 搶救王毅川大兵 讓我們搶救王毅川大兵的大將冠廷在這邊 乃魚跟冠廷我們兩個人分境合集 一個人齁 拉抬全這個全台灣民進黨的氣勢 那乃魚呢 在地方基層一場一場一步一腳印的 透過基層的社會溝通 來跟我們台灣社會一起來凝聚大家的力量 凝聚大家的共識 但是這一場搶救王毅川大兵 乃魚也跟我們四叉貓一起在這邊 這個直播啊 包括我們現場最後最終場的記者會 我知道啦 大家都看阿川啦 阿川在這裡 阿不說我在這裡啦 乃魚也是一步一腳印的全台灣 跟著我們想救王毅川大兵 一起來為我們愛台灣的人來打招 電視節目 政論節目 網路節目 我們通風都要擴大社會溝通 那今年也非常的感謝我們這個議會的同仁 我們承讓喔 讓乃魚作為一個新科議員 有機會可以做我們民進黨團的這個 書記長 我們的總召在這邊 回歉 張回歉我們的總召 也謝謝總召給我們的機會 各位 更重要的是我們除了對內對台灣對內 我們要社會溝通 我們對外對我們國際社會 我們也要扣大社會 可以幫忙嗎 那可不可以請Cat幫我播一下影片 接下來這個影片 裡面有很多現場的人 因為記載 不管是今年 或者是去年呢 呃 2023年跟2024年 乃魚還有包括我們的 林柔松林醫師 還有我們的Danny Danny在哪邊 還有我們的陳國宇 陳董事長 我們都一起來到了 瑞士日內瓦來為台灣發聲 好沒關係我繼續講 我覺得齁 一步一腳印是有累積的 很多人會說欸你去連續兩年去瑞士 在2016年的時候過去也是 好 乃魚在2016年的時候過去也是記者 也曾經在外國工裡面跟大家同語 台灣 is not part of China 台灣必須是我們全球公共衛生醫療的一旁 我們希望可以再次的呼籲 讓WHO接納台灣 讓台灣成為公共衛生醫療 打個換話嗎 打個換話 還有Winnie姐也在旁邊 會發聲 三俠 各位觀眾 各位舞台美人的 Primimyn Auto 我就是那個二年 延續兩年堵到譚德賽兩次的女人的時候 今年我再次遇到譚德賽秘書長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Do you support help for all? 那他回答說 Yeah 我就要繼續問他說 那你支持台灣加入WHO嗎 去年他的回答是說 只要會員國投票來表決 今年他的回答不一樣囉 他說我們持續的一直跟台灣在合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防疫成果 我們的高端疫苗 其實是有授權給WHO的會員國來使用 這是台灣站上國際的表現 大家說對不對 今年也是一樣 今年乃魚也是持續送了一張 送了一個台灣黑熊送給我們的譚德賽 然後譚德賽就說 欸 You bring one for me again 你怎麼又送我一隻這個台灣黑熊了 所以他其實他是記得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很多人跟我說 來 你連續兩年去WHO WHA有什麼用 我們台灣又不是WHO的會員國 到現在也沒加護啊 那大家覺得有用嗎 有 有 因為呢去年的時候我們去WHO的時候 這是大外宣也是大內宣 我們要告訴國際社會 我們在乎 我們支持 而且我們堅持 我們對念我們也要凝聚台灣人的共識 讓大家知道我們 參加WHO 參加世界組織 參加國際組織是重要的 我們不是不在乎 我們在乎 去年的時候 2023年 我們這樣吵吵鬧鬧 吵鬧鬧鬧 有22個國家 在大會裡面發言支持我們 但是今年有26個國家 增加了4個國家 我們支持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 這也是去年跟冠田一起參加 來美國拜訪拜會的一些 跟我們國際上面的合作 那包括日本的議員來台灣 我們也親自帶他到現場 那龐貝奧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還有裴洛西來台灣參訪的時候 那時候也親自到現場來歡迎 那今天喔 今天過後 明天乃宇就要搭飛機前往密爾瓦基 這一次呢 非常感謝韋山跟這個冠婷給乃宇機會 因為這個桌 賴清德總統 賴清德主席 派乃宇來參加美國共和黨的大會 我是這一次的民進黨代表 那當然是因為兩位不去參加 所以讓我把機會讓給我 所以那接下來 乃宇也會代表民進黨來出席共和黨的大會 希望可以更深入的 跟台美關係進行進一步的交流 年輕世代 不是全部都是小草 我們要怎麼透過網路的空戰 網路的訊息 來進一步跟我們年輕世代來溝通 一步一腳印 我要持續的講就是我們的社會溝通 我們怎麼樣透過社會溝通來帶來改變 我剛剛也講過了 剛才冠婷他是大方向 透過我們民進黨帶動整個黨的氣勢 但是我要一直要強調的是我們走入基層 很深入基層的社會溝通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把它跳快一點 這一次的大選 2024的大選 我知道大家都很煩惱 這一次的大選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家族地方的家族地方的派系全面的回歸 我們民進黨已經執政八年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擠辦這些派系 表示我們的基層實力 我們的社會溝通還不夠 大家說對嗎 基層實力不夠 社會溝通不夠 就是讓我們第一線的地方議員 每一位地方議員一起包括亮軍 台北市的議員 包括苗柏雅台北市議員 以及我們新北市的議員 每一個在基層一步一腳一跌 大家說對嗎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面對資訊在挑戰 所以我們在地方上面 我們在每一個基層 我們也辦了很多像這樣子 去破除假訊息的活動 我組織了一個地方媽媽團 我們去買菜的時候 買蔥的時候 買魚的時候 就在菜市場 跟我們用口語傳播的方式 來破除假訊息 來破除謠言 這一次的選戰 讓我們看到我們在這個 假訊息的反應上面 跟我們社會溝通上面 擴大基層支持上面的不足 我們不能只是對我們對內 本來就支持民進黨的人 我們持續的溝通 以我來說 我的選區 新店深坑實定 平臨烏覽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擴大支持 沒有辦法擴大社會溝通的話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翻盤 永遠都是別人當立委 如果2026我們要換人做做看的話 我們就要跨出我們的同溫層外 持續的擴大我們同溫層外的社會溝通 大家說對不對 回到上面 我想要講一下 讓我炫耀一下 這張 這張 poster 這張海報 這張DM 反濫權互民主 這張是我設計的 結果我設計的太漂亮了 被那個賴清德主席跟林佑昌主席回收 他說這個我們要 黨要徵收 用給大家一起來用 大家說好不好 我炫耀一下 我炫耀一下 我們要擴大同溫層的社會溝通 我們才有可能在2026年 也就是2028的前哨戰這一一起守住台灣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在2028年 包括藍白兩黨都已經開始佈局了 我們要怎麼樣超前部署 2026年每一個基層的實力都非常重要 怎麼說 剛才大家都在討論說 我們立法院這個變成少數 我們新北市議會少數很久了 我們新北市議會在這個 每一位新北市議員 投票表決都不會過啦 但是我們雖然投票表決都不會過 我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變成多數黨 現在我們新北市議會 總共有28席的民進黨的議員 但是莫半要33席 也就是說 我們現場的每一位新北市議員 每一個人都要連任 大家都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要連任的話 需要大家幫忙 大家知道好不好 好 欸不夠大聲 大家說好不好 讚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連任之外 我們還要再突破 還要再增加武席的空間 我們新北市議會 才有辦法過半 我們市長才把它辦 新北市長我們把它搬過來 我們同一方 贏回中央 大家說好不好 從2026年開始持續的備戰 為了就是我們有一天 我們要重新再把2028我們的國會給贏回來 接下來最後 這個南運有成立一個協會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還來不及跟大家一遇的介紹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協會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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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